你訂閱了嗎 歡迎收看這種口味開放 今天是蔣威的時間 登登 另一隻角色 我跟你講粉絲留言的時候我覺得很好笑 上一次的時候你不是拍一個就是說 你後面那個青花冠被大家說是那個骨灰彈嗎 就右後方那個 然後你不是就買那個羽毛對不對 然後我們粉絲下面留言就說 欸 表姐你那個只是變成森巴桿的骨灰彈而已 哇 很會命名耶 就是我們知道很多人都這樣抖了出來你知道嗎 對 都這樣抖了出來 好好笑 好好笑 好 第一題喔 第一題的話是 這個人是表姐粉絲 他說他男友就是已經成年了 但是他還會跟姐姐一起洗澡 然後姐姐還會幫他修下面的毛 然後男友就是說 是因為我跟姐姐感情很好 那面對這樣的男友你們會怎麼辦 好怪喔 這題你真的很難 以前我會覺得莫名之妙 然後是因為直到我前陣子看了一個日本的實境秀 然後他訪問了一家人 然後那一家人就是 就是 是全部的人 爸媽 兒子 姐姐 全部都一起洗澡 喔 有有有有有 你還講過 日本人很愛這樣 因為什麼女兒都是發育完全的 然後跟爸爸就是一起 跟媽媽同個浴缸這樣 我就覺得天哪天下無奇不有 所以如果他們自己都覺得緊張 那好像我們也沒辦法多說什麼 因為這就是一個成長的習慣的不同 可是他還沒有 就是樓下的毛 修 對 樓下的毛 只是像修剪頭髮的概念吧 好像對他們來說 他邏輯幫他修欸 這樣洗澡就算了 可能不會特意看 修是要盯著看的 那他有反應嗎 很疼 這誰會知道 應該沒有吧 阿不然就問他 你姐幫你修的時候你會反應嗎 對 如果有我就會care 如果沒有那我就說 那baby我也可以固定幫你修毛啊 就是修姐這個工作 我就是理髮廳 教給我修 他姐是專業修下面的 職業PRO 修的很整齊這樣 修成長線 這個方形 或是姐姐修毛的時候 我下次可以在旁邊看嗎 哈哈哈哈 那你就會看到姐姐的裸體欸 你幹嘛要一直加入啊 一直想加那個曲 我加入才會撇除這個奇怪感 前移這樣 哦 動 動 下一個的話是 27歲的 台中27歲的女生 他說他總共交過四任的男友 自從第一任男友就是狠狠劈腿以後 他就抱持著 之前我們說過就是 我怕對方傷害我 所以我要先傷害對方 所以接下來的第二到第四任 他就交往期間的時候 他就會同時搭線 跟別另外一個男生曖昧跟上床 或者是做其他事 但這些事他都會做得很好 沒有被別人發現 直到現在他已經要跟第四任附入婚姻 他可能要結婚了 這個對這個第四任對他好到 讓他不敢相信 就是人品跟各方面都非常好 他就覺得說 我何德何能 有一個這麼疼我的老公 所以他也停止了這些事情 就是只有 剛開始交往第一年的時候有 但後來的話就沒有了 但他現在就是 因為老公對他越好 他的愧疚心越重 他就覺得 我之前都是有做過這個事 他在想說 他要不要坦白 那如果不要坦白的話 他要怎麼面對這個愧疚 對不對 你就多做菜多捐錢就好了 你就多捐錢 看顧狗狗 對你找顧狗 很多養老院 很多養老院 很多流浪狗 對很多狗園缺就是新獅蟲 缺全能狗跟全新寶 OK 好不好 你有這麼多愧疚的話 你去把你那個 對 因為我就是一直想買 全能狗跟全新寶 就給狗園 但是因為他們很貴 所以我沒辦法 我想要找到認識 看有沒有辦法大量採購 我跟你講 因為他認識獸醫什麼的 沒有我就沒認識的啊 反咧 反正你就把你的愧疚感來做善事啦 好我跟你講 因為我曾經看了一部電影 可是我不知道他講的對不對 就是反正這部電影好像叫 婚前示愛吧 還是什麼 我也忘記了 反正他那個電影的內容呢 就是在講 有一些要結婚的人 然後他卻劈腿外遇 但是後來因為這件事情 他反而更愛他的老婆 那反正他電影裡面 有一句話就是 夫妻維持感情的重點 就是來自於一點點的愧疚感 但我不知道這句話對還是錯 但我的意思是 有可能因為你這個愧疚感 所以導致你願意去停止你的行為 然後去更愛他 因為你覺得 我不值得擁有 所以我要更愛他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沒有不好啊 因為事情已經發生了 對他就是愧疚啦 對他就是愧疚啦 那你只用更大自己 更用更大量的愛去 回報你的老公 嗯 然後不要講 就是他已經 你已經成為了更好的 比如現在對你老公更好 這就是 回報這愧疚感很棒的方式了 那你就跟他坦白說 你還造成他內心的 受傷或衝擊 對 不要講 你坦白了 有可能你這個好老公就沒有囉 因為你們性感就會 爆炸 對 或是老公說一句話 其實我都知道 你不是愧疚感更大嗎 對 對啊 然後談裝沒事這樣 好像沒有辦法繼續下去 可能就會沒辦法裝沒事 你會報酷嗎 我老公說 我都知道 我不是哭死嗎 那你怎麼辦 哭完 然後跟他結婚 然後 沒有就是哭完 然後對不起 對不起 然後就結婚 可是他就得過日子啊 所以我覺得不要講 我覺得不要講 既然現在沒有 既然現在沒有 那就OK 對 就不要不要講 不要 沒什麼好講 沒有愛情你沒有每件事都要坦承 對啊 看看我們那一集好不好 我們之前不是有度一集 哈哈哈哈 我們講坦承 不是說什麼 偷情到影片 不是不是 經歷到這種時間 你不要再把很久以前的老師拿出來講 往事就不要再提了 哈哈哈 往事就算 對 往事不要再提 但也不是逃避 就不要再提 誰那個啊 李宗盛 對 好老了天哪 小賴你會吧 小賴 誰 李宗盛 欸 起 你這樣子 你起死 你這樣子不是一個合格的音樂人喔 你不是musician 他應該是活的音樂室 他應該是活的音樂室